稻田收割之后农机像是整地一般蛮长跑 跑够了停下来 后车厢打开滚出一卷稻草下蛋了 转带就像下蛋一样 农机跑一跑五分钟生出一个稻草卷心酥 这是稻草打包机 压过去之后把农地上要回收的稻草吸进去 在机器里翻转碾压最后卷成筒形 加上网子打包固定 一个蛋就生出来了 以前稻田收割之后经常放火烧 但是空污严重 越来越多人用稻草回收取代燃烧 数量倍速成长 不敢那个烧稻草 今年的意愿比较多 去年我就300多夹 今年应该有200多夹 云林的农场用这样的稻草卷层层堆叠 堆得像金字塔一般成为打卡景点 一度引发追风热潮 后来因为乱象加上疫情 业者关起大门暂停开放 稻草卷堆起来壮观好看 还可以种蘑菇 蘑菇一颗颗探出白色的头来 挑着成长的状况选大的先采摘下来 这些蘑菇的培养土 用的就是回收稻草 加上回收菜叶混合而成 业者起心动念是一句 你我都很熟悉的话 他说孩子同言同语问他 不是要做环保就地球吗 为什么要烧稻草 于是开始回收稻草 然后才想着稻草的出路如何再利用 尝试找出路的过程也不断卡关 新鞋投资都在这里 他只能不断地突破寻找商机 总算无毒栽培成功 环保做法也获得了认同 连锁超市打契约下单订货 工农将回收稻草和蔬果残渣 变成蘑菇的养分 是循环经济高手 也获选2022年云林县十大精英农民 TBS新闻 蔡索妮 吴淑萍 云林报道 新的一年就要像老虎一样 站出来就充满霸气 祝大家2022 心思像虎一样敏锐 气势像虎一样霸气 祝大家2022做事情就像 猛虎出闸 一出手省过就到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